小阿诺回归健身之后又来找轮子哥练腿了 两个人第一个训练从安全杆深蹲开始 兄弟们看看这细节啊 轮子哥自己的健身房用的这设备确实讲究 你们是不是很多人见到的安全杆的保护套 都是这种三段分开的 我以前也用过这样的 有时候肩膀卡的这些缝隙的地方确实不太舒服 他用的这个套子呢是塑胶一体的 拐角衔接处啊还有很圆滑的过渡 不管你的体型结构如何卡在哪里都很舒服 用这种安全杆深蹲肩膀不需要大幅度的外旋 大臂弓鼓呢处于中立位 这个姿势可以让手臂粗壮 或者是肩关节和动度差的人训练更加舒服 很快两个人就把片子夹到了一边五个 这俩人一个准备停科技 另一个呢是伤后恢复 所以强度都不是特别大 小重量蹲了五下就换成了坐姿腿须身 小阿诺今天背心上还写了四个汉字 兄弟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好久不练了 小阿诺体力大不如前 最后成了轮子哥的配工片 你看他这还是穿着拖鞋来训练 往下跳的这一下子 要是一不小心再摔倒了 真要磕到要紧的地方 估计他又得歇一阵子了